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一些红地毯啊 还有一些party啊 会面啊 等等这样的衣服 我是第一次去奥斯卡 觉得很新鲜 挺刺激的 然后觉得很兴奋 我第一件就试了一件 很长的 修身的 有一点点小鱼尾的这个长礼服 它很体现这个女性的身材 看上既优雅又很sexy 然后第二身配了一身那个衬衫 下面是一个紫色的裤子 然后这裤子有一个像一个小裙摆一样的设计在这个口袋周围 上下身一搭配呢 又干练 又很时尚 还有一件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个Stella那个斗篷 这几年都蛮流行那种不规则设计 袖口都设计得滴滴的 花色给人感觉穿不好 会显着有一点点不够fashion 但这一件整个穿上来 让你感觉春意盎然 然后整个人感觉非常的fresh 又配了一条就是那宝石蓝色的裤子 整个一身给人感觉特别清新 很有时代感 还有一件我非常喜欢 是一件浅米色的一条这个连衣裙 Dollies帮我搭配了一件黑白鲍纹的西装 看上去就是温柔优雅当中又带着一点点帅性 今天就是特别开心 而且也特别有收获 很成功 不单挑了礼服 也挑了很多就是生活中可以体现你不同个性的这种小的着装 再加上Styleless给你的搭配呢 会让你的在这一次奥斯卡之情 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给大家看 所以我基本上已经准备就绪 可以出发了 谢谢大家